9月22日 2021第七届慈笑文化节 在浙江杭州起目 本届慈笑文化节通过开设慈笑公交 开展慈笑漫画纪念展 表彰2021年度慈笑人物团体 聘任2021慈笑文化大使 举办慈笑养老论坛等系列活动 创新慈笑文化传播载体 让慈笑之风直抵人心 净润百姓 让慈笑之声绵延千里 深传海外 今年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平 受评为2021慈笑文化大使 采访中邓亚平告诉记者 今年9月2021年度慈笑人物的故事都十分感人 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宣传他们 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帮助更多的人 咱们这个一些点 我觉得就作为一个组织者来讲 我觉得找的这些点还是非常的特别的 而且很特殊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感人 今天做到那儿 我真的是上来一个哭一个 上来一个哭一个 真的特别感人 我觉得这了不起 他们太了不起了 遇到的这种 哎呀这种 难以让别人能够理解的这种处境 所以是觉得真的他们了不起 然后又能够走出来 同时还能够帮到别人 哇那太伟大了简直是 真是太太了不起了 当然这个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 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活动也好 一些其他的一些形式啊 能够更多的宣传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 我们这些组织或者是这些个人 然后还是让大家多知道他们 我觉得每一个人献出一点爱 那可能这个就不一样了 谈起词笑 邓亚平介绍 敬老爱幼是他们家最基本的一个准绳 他一面孝敬老人言传身教自己的儿子 另一面对儿子的教育也是恩威并失 我主要还是说传承中国咱们传统 这个家庭的这种教育的文化 因为我们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家庭 就是敬老爱幼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一个一个 家庭的这样的一个 准绳哈 那所以呢就是教育孩子呢 一定要敬老 因为老人跟我们一起生活 所以其实这个就挺好的 我觉得跟老人一起生活以后呢 他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去对老人 其实也就是耳不目染 言传身教给了孩子 然后孩子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孝敬老人 怎么样去帮助老人 然后作为我们对孩子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既有爱 同时也有严厉 就是严厉和这个爱呢 可能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一味的爱呢 我觉得多了就溺爱了 反而不好了 那但是一味的严厉呢 没有鼓励呢 可能孩子呢 他的心理承受的压力也太大了 邓亚平表示 自己一直拿普通家庭这个概念教育孩子 希望儿子在外靠自己努力奋斗 在家中 孝老爱亲 因此他用体育去磨练儿子 希望儿子通过乒乓球项目成长为不放弃 不言败 能够平静面对输赢这样坚强的人 我坦率地讲呢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生活都太幸福了 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呢 肯定要比他们要艰苦的多 但是也是因为在艰苦的环境里头 我更觉得能够锻炼一个人 那所以说现在的孩子 我更愿意呢 用一个安全边际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能够让他多吃点苦 第一开始一定是吃苦 你吃不了这份苦 运动员是做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体育 为什么一定我坚持让孩子要去练 或者乒乓球店让他练 我是觉得在体育训练的过程当中 其实非常非常锻炼一个人 锻炼人的一个意志力 然后对一个目标的执行力 不放弃 不言败 跌倒了爬起来 要重新要再站起来 然后同时呢 更好地去面对输 你才能面对赢 我真的不一定说非要让他拿世界冠军 除非他有真的是有这样的努力到那个程度 包括他愿意甚至他有这个天赋 各种相加 但是我个人更愿意的是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磨练自己的品德 最后邓亚平认为 瓷和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是中国人的根本 大力宣扬瓷孝文化 促进人们尊老爱幼 互敬互爱等品德 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帮助 瓷和孝 尤其中国传统文化 是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这个人 中国人的根 我们不能忘本 我们更不能忘了根 这是我们的根和本的关系 对吧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一定要大力宣传词和孝 如果我们更多的去宣传这样的词和孝 每个人对每个人的这种尊重 尊老爱又这种一种习惯 对吧 那么对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敬互爱 那么我觉得他整个这个社会氛围 可能都会有所改改变 我觉得所以一定要大力的宣传